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到今天的午休不演了 我是世修 我們今天來談的呢 其實最近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在公投辯論會上的合照呢 每次都要擺99例 那有些人知道99 然後就知道說世修擺的是99例 而且一開始還不知道 覺得說世修怎麼擺那麼奇怪的姿勢 擺這個姿勢 那為什麼呢 其實最早是我在2018年公投的時候 我當時就玩那一招 就是我預測你的下一段要講什麼 這就是99的第二部戰鬥潮流的男主角 做的事情 那在三年後的今天呢 我想說今年的辯論會 我一個人打五場 然後反正反合方的論述 也大概就一直在挑釁那些 所以我就在想說 好那我今年還是可能還要玩這一招 我預測你的下一段講什麼 然後每次都預測中這樣子 那在合照的時候 我想說那今年既然玩了五次 我就來擺一個99例的這樣合照 但其實呢 99例這件事情喔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看這些動漫的話 那我覺得99這真的是一部 很經典的一個作品 那我之所以就喜歡這部作品 是因為他其實是代表一種精神 在99裡面呢 有一句話叫做黃金的精神 黃金精神 在原作漫畫裡面 並沒有對黃金精神做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只是說某一些人物某一些人物 他們具有黃金的精神 那這些人物呢 他們未必是 未必是絕對的善良 譬如說像是第三部的陳太郎 空調陳太郎 他是一個不良少年 他可能比較暴力 可是他心中有是非善惡 又譬如說像是第四部的 第四部的那個 那個喬魯諾 他是一個義大利的黑幫的一個領袖 那他非常非常厭惡毒品 所以他為了禁絕毒品 他可以使用暴力或是殺人的手段 去實現他心中的一個正義 即便這個正義可能並不是一般社會上能夠接受的 但他有他的努力奮鬥的那樣精神 那當然像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啾啾 那就是非常的正人君子 就完全就是勇氣友情之類的這樣子的故事 非常非常正統的一個王道的一個漫畫 那第二部的戰鬥潮流 那這個男主角第二代的啾啾 他跟第一部就很不一樣 他比較膽小 但他很機智 他的戰鬥力不是很強 可是他每一次都可以自取的對手 然後預測對手下一步做什麼 下一句話講什麼這樣子 那他最後呢 他也勇敢的跟古代的這樣敵人對抗 明明是一個強大的一個種族 他都可以以一個人類之軀跟他們對抗 所以你看從每一代的啾啾 或者是不只是主角 還包括其他的人物 比如說像是第三部的啾啾 他們組了這個埃及的遠征軍 新陳遠征軍 遠稱埃及 去對決Dio 這個最後的大魔王 跟他手下這些爪牙 整個吸血鬼這個集團 過程中其實他們也有所犧牲 那有些同伴 然後犧牲他們生命 可是他們在生命的最後一刻 他們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理念 他們甚至用他們的生命當代價 傳給他們夥伴極為重要的訊息 而成為反敗為勝的關鍵 所以我想說的是 其實在原作漫畫裡面 黃金精神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代表一種 永遠不對命運屈服的意志 事實上在第一代的 第一部的故事中有一句話 就是人類的戰歌 就是對勇氣的戰歌 人類之所以可貴 就是因為我們付出我們的生命 我們有具有勇氣來對抗這些 命運的擺弄 哪怕是命運早已注定 但人類的精神可貴的地方在於 我們永遠不屈服於命運 即便犧牲我們的生命 我們都要戰鬥到最後一刻 而奇蹟才會因此而發生 我們才能扭轉那個已經被注定的命運 這是每一代的JoJo跟他的夥伴 甚至有一些也包含了敵方的角色 他們之所以有魅力 也是因為他們有著不屈的信念 即便他是反派的角色 所以為什麼這一部漫畫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那在近年JoJo也動畫化 然後也獲得了大量的好評 可能你當年並沒有看過漫畫原作 可是你在近年看到他的動畫的話 才發現說這一部有那麼奇特色彩的一部作品 然後看得非常熱血 非常感動 那他中間傳達出一些信念 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所以我是從小就喜歡看這些動漫畫 那可能有一些老師或者家長 不是很喜歡這些小朋友或學生 整天看這些動漫什麼的 但是我從來不這樣認為 我自己也當過老師 我不是家長 但我知道當過老師 我都覺得說我的學生 其實應該要多看一點這些的漫畫 跟動漫 因為他告訴我們一些 在現實社會之中 可能不常見到的 可能已經被遺忘的 很珍貴的勇氣跟精神 當然你要挑一些經典的好作品 我們從上裡也不是那種 講道德正義 整個高砂上 這個形象完美無缺的那樣子 那樣太無聊了 我們要強調的是 很多漫畫的角色裡面 他們可能都只是平凡人 他們都只是血肉之軀 可是他們有他們的信念 他們有他們的勇氣 去對抗命運 去對抗他們的敵人 最後襲擊實現了 這才是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 所展現出的最大的魅力 而今天我有這麼一個機會 把這些精神 我從小到大 從動畫漫畫小說電影看到的 那過去我們只能在 看完這些作品之後 然後覺得說回味 這些如果說我們現實生活中 有能夠像某個漫畫的角色一樣 出來一個救世主 然後拯救什麼的 或者是說 我自己就是那一個拯救世界的人 我們只能在閒暇之語 回味那些經典的作品 然後幻想自己 也是這些動畫畫的主角 或者甚至只是配角 都無所謂 我們成就一貫 冒險故事 然後拯救了整個世界 每個人或多或少 應該有做過類似的夢吧 尤其你在玩電玩遊戲的時候 角色扮演RPG 你扮演一些角色 然後經過種種的冒險歷程 最後你跟你的同伴 一起打倒了魔王 每一段故事都是這麼的感動 而今天我們有一個機會 真的在現實世界中 跟整個國家機器做對抗 我們跟國家機器 鬥智 鬥法 鬥勇 我們憑少少的幾個人 就扭轉了整個國家的命運 這樣的故事難道不精彩嗎 哪怕我們面對的敵手 非常的強大 他們有幾億幾十億的資源 我們手無寸鐵 我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老百姓 但有我們屬於自己的冒險的故事 而每一個夥伴集結起來 我們在三年前 達成了第一次的奇蹟 那是我們的第一步 我們的第一步 第一步的故事結束之後 但是整個系列並沒有完結 三年後的今天 第二步的最終決戰的序曲 已經想起了 現在離投票已經不到10天了 12月18日投票 今天已經是9日了 還剩下9天的這個時間 最後這一個多星期 這就是最終決戰的旋律 所以幾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那黃世修只是其中一個代表 我代表的其實是這些 一路走過來的這些夥伴們 他們信任這個理念 他們為這個理念奮鬥 他們去跟國家繼續做對抗 我們相信奇蹟會實現 而且我們親手把奇蹟去實現 我們成功了一次 但還不夠 系列故事還沒有完結 潛藏的黑暗的陰影仍然存在 仍然至今蠢蠢欲動 他們有龐大的組織 龐大的力量 我們或許都只是社會上的一個小螺絲釘 可是這些小螺絲釘加起來 就會成為一股力量 因為我們有著信念 我們有著久久的黃金精神 我們永遠不屈服於命運 哪怕是命運已經被寫下 非核家園 因為執政黨跟這些政客財團的利益的結構 實在太過龐大了 每一個故事的一開始 主角都是這麼的無力 怎麼樣都不可能跟這些邪惡的組織 跟魔王軍做對抗 可是隨著我們冒險的旅程 我們不斷的遇到各式各樣的夥伴 我們跟敵人戰鬥 我們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力量 最後我們走到魔王城前 堂堂正正的 發起決鬥 這次上挑戰 當初沒有人認為我們會成功 而我們竟然成功了一次 而現在即將迎來第二次 你問我有沒有把握 我說我沒有把握 現在戰況非常的焦灑 對不對 這幾天媒體民調也出來了 我們始終就是在誤差範圍內的焦灑 我們會不會贏 有機會 而且機會不低 但我們會不會輸 也有機會 機會也不低 就是這樣才刺激不是嗎 如果主角是一面倒的碾壓魔王 那這個勇者隊伍也太無聊了吧 對不對 這樣故事誰要看啊 一個故事之所以精彩刺激 就是因為正反雙方 勢均力敵 比賽也是一樣 大家看各樣各樣球賽 棒球賽 籃球賽 排球賽 奧運 都也是這樣子啊 如果 雙方的實力不平衡 一面倒的碾壓 那比賽瞬間就結束了 對 在我們的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是這樣沒錯 沒有人覺得永和會獲勝 永和是完全被碾壓的一方 覺得那個時候 好像反核運動 風起雲湧 好像整個台灣 就要走向非核家園了 板上釘釘的事情 但是 我們經過幾年的努力 既然 發現了 其實有人 不願意屈服於 非核集團的意志 所以我們站出來反抗 所以從2013年到2016年 社會的民意漸漸漸漸在轉變 那2017年 巴油大停電的時候 更是重傷了 反核集團的 社會民意已經顯性的翻轉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 正大光明的 發起了一個全國性的共投 而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 在2018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證明了 我們向全國民眾證明了 全國的民意是支持核能的 六成 連核電廠附近的居民 一樣是六成支持 所以反核集團急了 他沒有想到這麼強大的 魔王軍 既然被一群 連勇者都不失的人擊敗 這就是 一個普通公民的力量 一個又一個串連起來 最後實現了奇跡 所以從2019年開始 他們更加加緊的力道 投入幾億幾億的資源 狂灑預算 去欺騙社會大眾 去洗腦人民 全力的防堵 這個勇者隊伍的再次來襲 各位 我們其實不是什麼勇者 我們都只是一般的公民 但是我們正在做著 勇者做的事情 因為只要有心 人人都是勇者 其實這樣概念 在最近幾年的一些 奇幻冒險系的漫畫裡面 其實也見過 比如說我自己很喜歡一部漫畫 叫做 葬送的福利連 葬送的福利連 這個漫畫很有趣 他描述的是勇者過世之後 所發生的故事 當年勇者跟隊伍中的精靈 法師牧師他們組隊 然後挑戰了魔王 打倒了魔王 世界恢復了和平 那勇者也退休 後來過了幾十年的時間 他老去過世 而故事是從那位精靈 長壽的精靈 福利連 去回顧過去 他跟勇者走過的旅程開始的 這部非常非常好看的作品 我非常喜歡這部作品 我真的看到好幾次 感動到掉眼淚 但其中有一點很有趣的是 這位過世的勇者 其實他並不是真正的勇者 真正被神所選中的勇者 另有其人 可是故事中的主角 這位勇者 他當年甚至拔不起那一把 勇者才能拔起的劍 他拔不起來 可是他依然繼續他冒險的旅程 最後在所有伙伴的幫助之下 他是打倒魔王的那個人 他是讓世界恢復和平的那個人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 你就算不是神所選上的勇者 又如何呢 你心中有那個勇者的理念 你願意挺身而出 冒險犯難去拯救世界 從那一刻起 你就是真正的勇者 是不是被選上的 一點都不重要 而最終 他也拯救了世界 可是故事還沒有結束 這個世界上 一樣還有這些 妖魔果貝在作亂 所以 我們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 更多的人心中怀抱著 這個勇者的理念 信念 跟勇氣 站出來 跟魔王軍對抗 你覺得這些好像都是發生在動漫裡面的事情 可是在現實社會之中 我們每一個人就在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而現實世界的這些故事 比起小說漫畫裡的 可能更精彩 也更離奇 更誇張 更扭曲 更醜惡 而我們每一天 我跟我的夥伴們 就在面臨這些 醜陋的現實 但是我們仍然相信著人性的美好 而走到今天 奮鬥到今天 即便我們遭遇到再多的攻擊也好 不公平的對待也好 我們為什麼堅持下來 因為我們相信 如果我們不站出來 還有誰會站出來呢 我們退無可退啊 我們退無可退 往後一步 就是我們的家人 的生命跟健康 我們不是為了誰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自己 而站出來 我們做這些事情 吃力不討好 也不會有錢 還要自己倒貼 也沒有辦法求得一官半職 我不入黨 我挽聚所有政黨的邀請 我要當官當立委 我早就是立委了 但我不拒絕 因為我覺得太累了 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能夠安穩的過生活 能夠睡上一覺 安安穩穩的一覺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可能有注意到的話 我可能直播 大家覺得說 世修看起來好像很疲憊的樣子 對啊 因為我最近從早忙到晚 從早上就要接記者電話 那你知道我是一個夜貓子嗎 我通常都是 如果平常的時候 我大概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 然後開始忙我的工作 有時候在家裡 有時候在辦公室 反正我的工作就是一台電腦 就可以到處跑 然後一直忙到半夜 然後我都是凌晨才睡覺 凌晨睡覺再睡到隔天的中午 再爬起來 每一天每一天我就是這樣子過 我沒有什麼假日可言 偶爾就像有一兩天的假日 我都拿來補眠 因為平常睡得太少了 所以我的私生活其實是非常無趣的人 每一天就是非常的規律 然後忙於工作 對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娛樂 我會娛樂大概就是 偶爾可能去吃些好東西 就這樣子 那我也不是很主動的會去 會去糾團啊什麼的 都是我的朋友糾團 那OK那我就跟一下這樣子 那大多時候就是我一個人 譬如說有時候出差 去某個地方 那我就事情辦完了 我可能就在那個地方找一找 這邊有沒有什麼美食之類的 就像是又是另外一部漫畫作品 叫做孤獨的美食家 很多時候其實我還蠻喜歡出差的 因為出差的過程中 我可以去 有時候是住當地的旅館 然後去順路探訪一下 當地有什麼有趣的美食小吃 然後就回來 就短短的 這樣一天兩天 這樣短短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一個人 孤獨的去探訪這些美食 可是我覺得那就是我的生活 那到三不五時 我還是會找一些朋友 譬如說他們可能約去哪裡聚餐 發現一家好餐廳這樣子 欸那我們對餐廳美食都非常有熱情 對啊 那我就去 尤其我們喜歡吃火鍋 對 然後也喜歡吃燒肉啦 或一些什麼的 對啊我對美食是有一些熱忱 那我自己也會做菜 只是因為最近比較忙 所以而且我家的那個 臭油煙機壞掉了 所以我現在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煎牛排了 因為我家臭油煙機壞掉了 對啊我覺得現在只能煮一些東西 燉一些東西 對 那最近因為很忙 所以我最近自己煮的也越來越少 可能我都外面隨便解決一下 就回家 然後繼續忙 對啊 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子啊 非常的 單調 你要說乏味也 對 如果我覺得一般人眼光看起來 應該蠻乏味的 對啊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就習慣了 這是我每一天的生活 我每一天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那最近是因為公投啦 辯論啦宣講啦 還有記者的採訪啊 都湧上來 所以原本我可能 可以睡到10點11點 甚至12點 才起床 然後開始工作 工作一整天 但是呢 我現在可能 欸9點就被打電話叫醒 然後就開始忙 我等於少睡了好幾個小時 所以你們有時候會看到 我有時候在直播的時候啊 廣播的時候啊 如果你們有看YouTube的話 你會發現 欸師兄好像眼神 臉色有點憔悴 或是那個最近痘痘又爆超多 對你們沒有看錯 那都是真的 對啊 但如果我們現在不拼 9天之後12月18號 如果出來是一個遺憾的結果 那這個代價就是所有人去承擔 又有多少的生命 會因此而消失 我們之前也在強調的 何事若不啟動 每一年要多燒730萬噸的煤 你們知道每一年 因為肺癌 空污 死掉多少人嗎 我前幾天查了2020年的最新數字 每一年 因為支氣管 肺炎 肺癌 等等疾病過世的超過9600人 每一年 一年喔 所以核四這座廠 根據台電的規劃 一號機就是兩到三年就可以發電了 一號機就抵過 當年我們吵得很兇的整座深澳燃煤電廠 因為深澳燃煤一部機才60萬千瓦 兩部機才120 核四一號機就135 每年100億度電 那核四的二號機 晚個兩年 五年也可以起來 那核四的兩部機加起來 每年就200億度電 我們中南部可以少燒730萬噸的煤 比你過去幾年 減中火降載減煤 減的幅度還要都來得大 所以為什麼我說核四開起來 中火關一半 這真的數據算一算就知道了 核四開起來中火關一半 可是現在反核團體已經在放話了 核四公投就算過 核四要15年才能重啟 為什麼是15年 他們就亂加 把每一個可以平行同步處理的 全部都往後接起來變15年了 原本只要5年就能重啟的 你們現在已經在放話說要做到15年了 你多拖了10年 多拖10年 每一年核四被你們拖一年 就要多少730萬噸的煤 10年就是7300萬噸 要多少人死 死於肺癌死於空污 你們回答我啊 你們從來都不回答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站出來 我們永遠不能跟命運屈服 即便我們面對的集團再怎麼強大 資源再怎麼豐沛 是我們的千萬倍百萬倍 我們作為一個人類 人類的戰歌就是生命的戰歌 人類的戰歌就是勇氣的戰歌 我們至少要做一個榜樣讓後世 能夠看到我們這一代人 曾經有人站出來 帶著勇氣 為生命而奮鬥 不管結果如何 或許 或許 在某一條世界線中 我們的奮鬥到最後 還是以失敗告終 接下來10年 20年 30年 40年的時間 燒越來越多的人 越來越多的人 因為肺心而故事 那些曾經 有機會被我們拯救的 那些生命 那都是我們的親人 就這樣白白的逝去 就是因為我們當年失敗了 在某一條世界線中 失敗了 我們不希望 世界線收束到那一條 世界線上 即便收束到那一條 我們也會用時間機器 跳回到過去 我們不斷不斷的輪迴 不斷不斷的 再重複挑戰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有一天 我們能夠改變世界線 讓世界線收束到另外一個 所有人都能被拯救的 那個未來 這是我喜歡的另外一部作品 叫做命運時之門 Steins Gate 裡面的主角 叫做鋼布倫太郎 他也是一個阿宅的大學生 非常的中二 可是他一次又一次的 跨越的時間 重複了幾十次幾百次 他的朋友 他的戀人 被殺害 被殺害 這樣子的殘劇 他一次又一次的輪迴 最終 他終於 跳出了原本收束那個世界線 他成功改變了命運 到一個 所有人都能被拯救的那個世界線中 他迎來的和平 不過在那個世界線之中 邪惡的組織仍然存在 只是他找到一個空隙 讓所有人之間 能夠和平的共處 然後他也過於平淡 他只是一個阿宅的大學生 然後有中二病 但是 一個大學生 一個阿宅 一個中二病 他也可以站出來 拯救他的朋友 家人 跟戀人 所以你知道 我其實是真的蠻喜歡這些東漫畫 我也鼓勵大家多看東漫畫 這些東漫畫裡面 所傳述的那些精神 那些信念 是我們人類文化中 非常珍貴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這些動漫 你也可以去看那些經典的電影 戲劇 小說 都可以 你們可以在人類各式各樣的文化創作之中 看到了世世代代 都在傳送的這些 共通的經典的 理念 這才是人類文明 存續的價值 一代又一代的人 藉著文字 影音等等的載體 把人類社會中最珍貴一塊的信念 傳承下來 帶給後世的人們 告訴後世的人們說 當你們遇到危機 遇到困難的時候 想想這些 有些是真實的 有些是虛構的 但它都是我們人類的創作 人類實現的軌跡 當你們面對到困難的時候 想想這些價值 拿出你們的勇氣 去跟這些不公不義的命運做對抗 我沒有辦法保證你會成功 但是人類的可貴就在於 他們會對這些命運發起挑戰 哪怕命運已經被註定 哪怕眾神 他就是要 懲罰這個人類 毀滅這個世界 但在每一個故事之中 都會有一些人 成為勇者跟勇者的夥伴 站出來 試圖扭轉命運 當然有一些故事可能以悲劇作首 但有一些故事 實現了奇跡 所以我講這麼多 我們今天 因為這樣午休不遠 我們今天聊聊一些 額外的 所以我一直想要跟各位傳達 就是對 我告訴你黃文修這個人 沒什麼特殊的 雖然黃文修好像幹了很多 特意獨行的事情 一般的政治人物 根本就幹不出來 因為我不從政 如果今天我從政 如果今天我是立委的 我幹這些東西 搞不好我就是下一個被罷免的 對不對 因為我沒在怕 該嗆就嗆啊 我不需要滿足 每一個人對我的期待 因為有一些人的期待是叫我去死嗎 我幹嘛滿足你的期待呢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要從政 我就不會把自己的形象 拿來當作耳 引對方上鉤 我個人的融入 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可以拿來當作誘餌 去讓民進黨 讓這些反核的集團 把炮火都往我一個人身上集中 對啊 你可以討厭黃世修啊 黃世修就是一個十二不赦的大壞蛋 那也很好啊 那這樣子的一個高智商的大反派 既然在駭客整個國家 跟整個國家機器鬥智鬥勇 鬥法 這不也是一個精彩的故事嗎 這樣的故事才有人看啊 而我有這個榮幸 在這個故事中 扮演主角之一 我說我只是主角之一 那這真是我的榮幸啊 所以這一場仗還沒打完 剩最後一滴路 從目前的民調看起來 是非常的焦灼 民進黨的動員 是成功的 綠營支持者都歸對了 所以那一塊其實是打不動的 他們都歸對了 原本綠營支持者裡面有一些 他們其實也是支持重啟核四的 從之前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來看 民進黨支持者原本有三成的人 是支持重啟核四的 但在最新一份之中呢 只剩兩成二 那中間落差的8% 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心中可能還是支持核四 可是呢 他要呼應黨的召喚 因為黨意大於民意 所以他們就歸對了 四個都不同意 可是 從最近的每一份的民調之中 有些我們贏 有些我們的輸 即便在我們輸的那幾份民調之中 我們都可以看出來在中間選民 我們其實是領先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在總體數字上好像會輸 是因為綠營的支持者很積極的表態 而這些人在12月18日那天也會出門投票 可是我們中間選民是傾向支持核四重啟的 所以這樣少數的政黨動員 真的有可能蓋過全國多數的潛在的民意 因為他不一定會去投票 你問他都支持 我們當然支持 不缺電不漲價 沒有空污 哪一個理智正常的人都會支持嗎 除了那些黨意大於民意的以外 可是你有沒有一個夠強的動機 在12月18日那天出門 你可能不一定有 你的朋友可能不一定有 但是這一些人 在12月18日如果不出門投票 那這個公投的結果就有可能被蓋過去 被民進黨的這種少數的政黨動員給蓋過去 然後留下一個殘破衰敗的未來 這些空污跟肺癌的代價 就是全體國人去承受 尤其是中南部的民眾 我們台中或者高雄 都是我們這些南部的中部的人去承受 一條又一條的生命就會因此而逝去 而到時候我們能說什麼呢 我們努力過啊 但是暗黑的勢力太強大了 我們只是手無寸的老百姓 我們曾經拿起劍拿起盾牌 跟他們抗衡 但是我們失敗了 接下來面臨我們面臨的就是屠殺 慢性的屠殺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只能等死了 但是現在時間還沒到 我們還有九天的時間 我們還有最後一絲的機會 把同意站出來抵抗的人 叫出來 我們還有機會 因為根據這些民調顯示 中間選民我們是贏的 投票率只要夠高 中間選民只要都在出來投票 我們會贏 我們真的有機會拯救這個國家 拯救我們家人的生命跟健康 但現在就是看你要怎麼做 你也可以聽完這一段之後 繼續靜靜的等待 九天之後出門投票投同意 你覺得盡到自己的責任了 也可以 因為你的義務 其實就在於此而已了 額外的那些 是超越你的義務的 但是我仍然恳求你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那樣子的未來發生 你不希望世界線收束到那一個可悲的未來 我們還有九天的時間 可以發起一個反抗 發起一個挑戰 去扭轉萬象 我們剩九天的時間 請你從現在開始 去找到你的志同道合的夥伴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三通十通都可以 趕快把夥伴聚集起來 每一個RPG遊戲 尤其是MMORPG 這種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我們在出團 組隊打副本的時候 不也都是要先招募到隊友嗎 所以現在就是一樣的概念 火源之界一缺九 來強力的立刻出發 你要找到十個夥伴 一起組團 下副本 這個副本 就在你家所在縣市的 車站捷運站 或者是市場 夜市交通要道都可以 只要是人潮多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那邊 去提醒路過的社會大眾 10月18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他決定了我們家人的生命跟未來 請你出來投票 不要再覺得事不關節了 請你出來投票 相關的論述 你都可以自由的發揮 缺電 漲價 空污 國安問題 通通都可以講 你可以針對不同的群眾 就像 對於不同的怪物 他們有害怕的弱點屬性 你也要適度的變換自己的招式 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那對方提出來的 那些什麼斷層的問題 他早就不是問題了 我們在辯論會上 也都一一個破解過 核廢料的問題 也不是問題 美國20年前 阿扁停建核四的時候 就公開聲明 美國政府公開聲明 要幫台灣處理核廢料 但為什麼這20年來 一直被拖 因為這些反核集團 他在阻止核廢料被處理 他才能每年不斷不斷地消費這個議題 可是核廢料曾幾何時 影響你的生活呢 你一輩子都看不到他 可是空屋是每一天 都在被我們的家人跟朋友 甚至你自己 吸進我們的肺 我們的肺 就是那個分散式的過濾器 所以我們犧牲了我們的健康跟生命 我們被賣了還要幫那些反核集團 數鈔票 我們不願意這樣做 我們不願意當奴隸 我們是人 我們有人類的尊嚴 所以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我們必須要行動 講再多 不行動 都沒有意義 所以請你 現在開始 站出來 我們還有九天的時間 我們可以扭轉我們的命運 即便命運已經被註定 我們都能夠改寫它 這就是我們一再強調的 黃金的精神 直到最後一刻 我們也不會屈服 我們要有勇氣站出來挑戰命運 當然今天講那麼多 大家還是問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把握 我說 我做一個策略分析的專業人員 我從來不講絕對的事情 但是我會把很多的條件跟每一種的結果 都告訴你 而對於這一仗 我很清楚的告訴你 勝負的關鍵就兩個 第一 中間選民要進來投票 第二 藍營要歸隊 藍營要歸隊這一點 可能需要國民黨籍縣市長的表態 那我之前或是最近 我在媒體上我也說了 身為縣市長 行政中立當然是好事 但是你也有一分責任 告訴你的市民 12月18日要出門投票 表達你的民主意志 無論你支持或反對 你都應該出門投票 還有 這四個公投到底是哪四個 這四個公投 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這也是作為一個縣市長 必須要告訴你的市民的 這不違反行政中立 這甚至是你的行政責任 但是當然他們各自有各自的 政治利益的考量 因為畢竟這些地方縣市的 很多建設的預算 資源都把握在 中央政府的手上 而中央政府就拿這個去威脅 地方的縣市首長 比如說 我爺爺奶奶住宜蘭 我每一年回家 就是走雪睡做客運 回老家宜蘭去看我爺爺奶奶 那宜蘭的縣長林之廟 他以前是我們羅東正的鎮長 他為什麼這一次站出來 跟民進黨一搭一唱呢 其實也是因為高鐵要延伸到宜蘭這個案子 所以大家想一下就明白了 因為畢竟2022年 林之廟要選連任 而高鐵到宜蘭 這件事情如果敲定 那中央也因一撥資源去補助他 那這是不是對他個人來說 就是一個連任可以拿來講的政績呢 所以他當然必須要配合中央 配合民進黨 講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 我們不怪他 這是人性 每個人都是很現實的 當他個人的政治私利的考量 蓋過了中南部的民眾的生命 反正台中人高雄人 又不會去投林之廟一票 對不對 黃世修小時候住羅東住宜蘭 算什麼 黃世修這個傢伙小學畢業之後 就把戶籍踢到台中去跟他媽媽住了 黃世修又不會投給我們林之廟 對不對 管你黃世修在吵什麼 對啊 我們台中人 就是命見 在林之廟的眼中就是命見 我們確實不會把票投給你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宜蘭縣的縣民 但是林之廟這樣子跟中央交換這個利益這個表態 就會決定了我們中南部民眾的生命 那我能怎麼辦 我能怎麼辦 我很遺憾我的故鄉出了一位這樣子的縣長 但是你說要怪他 他還是為了他自己的前途著想啊 真的啊 這很現實啊 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聖人 這很現實啊 我今天要選連任 我當然必須要去跟中央政府談條件 做我的政績 你要我出來反公投 我就出來反公投 反正那些人不會把票投給我 但我是覺得 話也不是這樣講 你現在跟民進黨一搭一唱 2022年民進黨派人出來跟你競爭 那一些人 就會把票投給你林之廟嗎 我不知道啦 這叫魚虎謀皮啊 你以為你幫人家做牛做馬 人家到時候就會挺你嗎 你們畢竟是不同政黨耶 你們畢竟是敵對的耶 那這樣串通敵軍 我不知道耶 在古代的戰場上 其實應該軍法論處的啦 但是你當然國民黨 並不像民進黨那樣子嘛 什麼黨際處分沒有的事情啦 國民黨就是一個比較開放的一個政黨 底下人這樣子公然的跟民進黨一搭一唱 那好像也不會怎麼樣嘛 這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嘛 對不對 人各有志啦 人為財死 鳥為死亡 這是我們中南部的命 算了不管 反正也不在宜蘭縣長的言中 對啊 新北市也是一樣啊 侯友宜當然他 他說他沒有表態反對啊 對他沒有表態反對 這個我一再幫他澄清 他真的沒有表態反對 可是他也是跳出來三不五詞 跳出來 表示他的疑慮 然後跟民進黨一搭一搭 那我能怎麼辦呢 新北市400萬的人口耶 他是全國人口最多的縣市 400萬 那因為你新北市的不表態 或是三番兩次又主動跳出來 說這個有疑慮那個有疑慮 哎我又跳進來了 我又跳出去了 我又跳進來了 市政優先我又跳出去了 好我們不回答這些國政 爭議敏感的議題啊 那我能怎麼辦呢 黃恩修無黨無派 也沒有一官半職 我也不能對你侯友宜講什麼嘛 我們就只能 譬如說在節目上 評論一下 說侯友宜 你身為新北市的大家長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 講個話 而且如果核四公投沒有過 你覺得民進黨 會處理核一二場的核廢料嗎 不會啊 核四公投如果沒過 那大家就繼續恐核 害怕核能 害怕核廢料 民進黨是不可能 來處理核一二場的核廢料的 因為我處理的 啊不就我自打臉嗎 核廢料就變成可以處理的啊 但是我選前 我公投前一直跟你說 核廢料是不能處理的啊 我當然就繼續塞你新北市啊 所以核四公投如果不過 核廢料就真的永遠放新北市了 侯友宜一直出來說 啊我不希望核廢料永遠放在新北市 然後呢 然後你現在的所作所為 就讓核廢料真的永遠會放在新北市 那你的誠信 無論於公於私 你作為一個市長也好 或你作為個人也好 那你的誠信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嘴巴上說 核廢料不能夠永遠放在新北市 可是核四公投如果不過核廢料就真的永遠放在新北市了 那你還不表態嗎 我不知道啊 你們也有各自的政治利益的考量啊 你是不是跟民進黨中央談了什麼條件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很好奇為什麼新北市不表態 對啊 核四公投通過 我們才能夠逼迫中央政府去處理核廢料嘛 侯友誼也說啊 核廢料這個東西應該是中央政府的權責啊 應該是中央政府要負責處理解決的啊 對啊沒有錯啊 台電是國營事業嘛 國營事業是歸中央管的 不是歸地方管的 沒錯沒錯都沒錯 所以公投通過才能夠逼中央政府去面對去解決去處理啊 這不也是你侯友誼多年來的一貫說法嗎 但是你現在的所作所為 你的目的跟手段是矛盾的是互斥的 你現在正在讓核四公投趨向民進黨想要的結果 而民進黨想要的這個結果到手了 而我們已經實現了第一次的奇跡在2018年的時候 三年後的今天2021年12月18日 我們即將要實現第二次的奇跡 所以這是一場召喚 召喚所有公民的力量 召喚你成為勇者的一份子 我們每一個人都因為做了勇者該做的事情 才會被後世稱為勇者 我們缺你一個來寫下這段故事 我相信這段故事會被傳送 但是這個故事到底是以悲劇收場 還是Happy Ending 就看我們在這段時間內還能做多少事情 我們能不能跟時間賽跑 搶先一步的抵達終點 壓線的抵達終點 那麼就是我們的勝利 我們就能夠確保我們親人的生命 但如果我們失敗了 接下來我們面對的就是 國家機器的慢性屠殺 所以我拜託 一定要站出來 加入我們戰鬥行列 戰鬥才能生存 好 以上是今天的無休不遠了 拜拜 會兒 拜託 選人 飛吧 在這一段時間內 我們有一個 attendance 真正的季度